一部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让熊猫飞》日前在北京举行首映活动 当天导演赵半迪写片中小演员们集体亮相 作为中国先锋艺术领军人物的赵半迪此番是首次触电当导演 而他也是选择拍摄一部儿童题材的影片 电影《让熊猫飞》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 中国两万名青少年以各类奇思妙想的熊猫创意 换来了一座古老院 而在片中凭借青少年创造力换来的古老院已于上个月在河南竣工 导演赵半迪对这部影片是倾注了巨大心血 现场他就和大家分享了拍摄时的感受 非常难 我是第一次参观导演 然后我真拍了题材之后 我们有电影人的自身人说你真敢碰这个题材 电影中就是孩子和动物是最难拍的 那我们真的是真的很吃力 但是你要看今天你们大家看电影会知道 包括我们在座的五位主演表现的都异常精彩 我都看这个电影看了几遍 我都很痴迷地看他们表演 说实在 对于一个之前没有接触过电影的人来说 赵半迪在拍摄现场所付出的要比别人多很多 对此他是神有体会 当然也加上我不是一个有经验的导演 所以可能在张艺谋和冯小刚那里 可能拍几遍能过的 在我们可能拍了20遍 就真是这样我能感觉到一个电影拍摄是很不容易的 据悉影片应奇特的内容和表达形式备受大家关注 作为一部儿童片电影《让熊猫飞》将于6月1日登陆全国院线 而导演赵半迪也是希望将影片作为礼物送给孩子们 我想我们选择六一党 就是说要送给中国青少年一份最稀缺的 最稀缺的礼物 那就是想象的快乐 创造的尊严 这是我觉得很多电影好像都没有传递过的东西 空行娱乐 北京报道